為我回 Wednesday 聖尋 游瓦打噹 棠芬肉 萬成節 遞影無尼伯偿 whim 操舵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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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也可以思考一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 不过佛法它应该像一种药 药并不是很好吃 但是不得不吃 因为如果你有病 那学佛就是说要 简单地说要觉得自己有病 但是很多人都不觉得自己有病 因为认为现在快乐就好 不过学佛的人 他要有 第一个他要有眼光 看得很远 不能活在现在的快乐 要看得很远 而且要去思维 想到来世 来世 会如何 这个就代表 解脱道 那第二种就是 看得很宽 他不是光想到自己的未来 他想到是 其他人 其他众生 怎么样的让他们快乐 这个就是慈悲心了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 看得很远 看得很宽 这个叫佛性 所以众生都有佛性 众生都有佛的心态 那你愿不愿意 就像一个蜡烛本来就可以点燃 但是你不去点太浪费了 所以我们都具足 帮助众生的能力 只要你愿意 所以佛还没有成佛 他也是个凡夫 但是他发起了菩提心 慢慢慢慢的去慈悲 终于最后成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我们过这种生活 可以帮助自己 又可以帮助众生 怎么样对待自己 也怎么样去对待众生的方法 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思维这个道理 我们只活在我现在很快乐 我有钱 我健康 当然 这个不是错 只是没智慧 因为将来还是会变化的 所以有一句话各位都听过 佛教很出名的 存在的必定消灭 有生命必定死亡 在一起的保证分开 做高位的必定要下台 那这个我们要去思维 如果你去思维 你就会开发 所谓智慧 了解 了解这个无常无我苦的道理 因为了解 就会有智慧 不想让自己受苦 因为了解 因为有慈悲 所以不想让你的妈妈痛苦 也不想让你的儿子痛苦 进一步 想要帮助所有会痛苦的生命 离苦得乐 所以我想要去思维 而不能活在现在的快乐 当然佛教所谓快乐也分三种 第一个 我们追求现在的快乐 未来的快乐 如果你要得到这个快乐 一定可以 只要 念一下 相信因果 相信轮回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如果你相信了 那你就按照这样去做 所以 怎么做呢 念一下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守持戒律 常行不失 那这样你就会有世间的快乐 一个不孝顺父母的人 不可能来世会快乐 也不可能现世有福报 简单的说 一个不懂得报恩的人 是不会有福报的 就算他现在有福报 也是过去累积的 福报享受完了就没有了 所以你要得到 现世来世的快乐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所谓守戒律 那就是刚刚讲 不要伤害众生 因为你伤害别人 保证了 一定会伤害到自己 这永远跑不掉了 所以圣家摩地佛讲圆起法 所以你对世界怎么样 世界对你怎么样 这个世界不是单独存在的 你把路边的树照顾好 你家的树开得漂亮 你把你的员工照顾好 那员工就会努力帮你赚钱 你对人家好 人家对你好 所以你乱破坏土地 那将来 你可能因为土地的问题 搞不好一个地震 而受到很大的伤害 所以要我们守持戒律 不要伤害众生 那将来也不会堕落地狱轨道 畜生道 还会升天 再来布施 就是帮助了 就像各位今天 布施水 布施灯 布施食物 布施钱 布施我们的功德 叫回向 那你布施什么就得到什么 比如说你现在 有时间去照顾 独居老人 那你将来老了 一定有人照顾你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你要得到什么 你就布施什么 你经常肚子痛 跑厕所 那你就布施厕所就好了 佛陀讲了 你布施厕所以后 你永远不用跑厕所 不用拉肚子 你睡不着觉 那你可以布施床铺 给人家睡觉 你希望皮肤好 布施肥皂毛巾给人家 布施洗澡呢 特别是给那些修行人 跟可怜的人 修行人我们叫敬田 可怜的人叫悲田 慈悲的福田 那我想一般人最因果 最喜欢听了 那你要得到什么 你就种什么 就像我们今天布施这么多食物 那你深深深是开 卖食物的保证赚钱 那因为你用布施了 所以人家就喜欢到你的店来买 你布施衣服的人 那将来穿衣服漂亮 做衣服的生意很顺利 你布施课本的人 经典的人 将来很会读书 将来很有智慧 那我想每个人都关心自己 所以你就会 应该去做什么样的功德 而是你知道哪里不圆满 有些人说那我这辈子比较笨 那你就去尊敬该尊敬的对象 尊敬有智慧的人 就像各位愿意坐在那边听佛法 这叫尊敬有智慧的人 尊敬老师 我想每一个老师都希望你 多问他一些问题 就像释迦牟尼佛用我们 多去问佛法 那你自然智慧比别人高 所以你要得到现世来世的快乐 在佛教叫人天福报 那你就要相信因果 但是刚刚讲到孝顺父母 不是光现世的父母 所以早上说 念下来往生父母 妻世父母 历代祖先 这些都是父母 你孝顺越远 那福报当然越大 简单的说 你给儿子一百万 还不如供养爸爸一百块的功德 为什么 因为父母对我们的恩太大了 那儿女呢 我看讨债的多一点 是我们欠他了 不是 所以 那是一种感情嘛 没办法 那是对父母 能够这样子做 然后呢 对别人的父母 把它当做自己的父母来孝顺 那福报更大 就像各位做太太的 对你的公公婆婆 像自己的亲生的父母一样 那你福报就很大 特别在佛教讲 你对讨厌的人 都要对他好 那福报又太大了 所以佛陀说 忍辱的功德超过不失 就这个意思吧 那这一点就是 你自己选择吧 如果 听我佛法你就知道这个道理 你也不用去羡慕别人 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特别各位你学佛了 要念经啊 要持咒啊 要声音好听啊 那你就不要骂人就好了 但是你会说 那个人很欠骂 那你自己决定嘛 你要骂人骂不完了 工人也可以骂 老公也可以骂 儿子也可以骂 可以骂到天亮的 因为这个世间太多缺点了 所以我很喜欢 一句话叫一笑自知 看到别人不好 哎呀 慈悲了 我回向给他就好了 不要把别人的不好 放在你的心里 然后吐在你嘴巴上 那你就太痛苦了 那会损福报 所以第一条 那我想追求世间的快乐 供灯 有供灯的功德 眼睛好 皮肤白 智慧高 供水 有供水的功德 为什么 水可以洗干净 水叫消业障 水可以让我们口中有干露 水也代表财进出的快 所以做生意的人很喜欢在店门口 摆两盆水会发财 再来再摆一个镜子更会发财 反光 再来再挂个金帆 那发财更快 飘 这都真的 我不是开玩笑的 像各位后面挂这么多金帆 如果你希望你家里公司发财 就在公司的外面挂金帆 放水 挂金帆 挂镜子 这些都是发财的方法 不是说我挂个镜子 然后巴挂 然后把那个鬼赶走 不是 那个是你动机不对 我们讲的是正常的镜子 所以 当然点灯 像英国人很喜欢晚上 在外面点个灯 用玻璃罩照起来亮亮 这样很好 那中国人很喜欢晚上外面点个灯 让行人走过去亮亮 那这些都是一种 利益众生的方法 那利益众生 那你就是帮助自己 所以佛陀讲了 做人很难 鬼啊 地狱 二轨道人太多啊 天道的寿命很长很长 做人 是最殊胜的 做人可以创造未来 第一道二轨道是受夜报 不好的 天道是受快乐报 他们就在承受夜报 那人呢 是改变命运的书界 关键 那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那你要把握做人的机会 广修功德 那也为了生生世世的快乐 不要把烦恼带到下一辈子 烦恼就是如果你喜欢生气啊 那你这一辈子就要把它断掉 不要把业障带到下一辈子 所以要多忏悔啊 多忏悔 当然忏悔有些人很会拜拜拜拜 痛哭流涕 但他不知道他忏悔什么 哭完以后照骂人 他只是想说那种哭哭唠唠 他觉得蛮感应的 我想我们要忏悔的一定要知道 我的问题在哪里 想一想 过去跟爸爸跟妈妈不客气 惭愧啊哭啊忏悔 我以后发誓不会再这么做了 而且我还要去弥补 要对过去伤害他的人 对他特别好一点 所以 而且忏悔要有力量 所以要靠着佛菩萨的力量 所以第一个叫惭愧力 改过力 我知道哪里错了 第一个叫依止力 所以我靠佛菩萨的加持 第三个叫决定力 所以我不会再犯了 第四个叫对峙力 所以我去点灯啊放声啊 去消除那个业障 当然对峙业障 最快的方法叫思维空性 各位你可以读心经啊 金刚经 然后去了解里面的意义 像我以前刚出家 我在台湾的南部 比这边还热 经常没有人 但是我很喜欢 我不太睡午觉了 我中午呢 就在那边读经 那读累了 我就打开录音带 很多法师的录音带 我就在那边听啊 然后在那边思维啊 然后呢 一直让自己 去学他的优点 然后他告诉我们的 不好的 我们自己有没有改变掉 所以我想学佛还是要让自己 明天跟今天不一样 天天都在进步 我想做生意的人就是 天天要赚钱 天天要赚钱 但是做人呢 要天天进步 不是光钱 而是你的个性 你的心态 你的福报 要一直一直增上 所以我想大部分人 很喜欢听的 刚刚讲人天福报 人天福报 怎么去做 当然你不能说 哎呀这个水准太低了 我直接跳解脱到我做菩萨 你一定要先了解人天福报 了解你才可以帮助别人 也可以帮助自己 怎么样发财 怎么样健康 怎么样有智慧 怎么样家庭好 怎么样事业美满 那菩萨更是慈悲 菩萨就专门在讲这个 有利益众生 所以今天有一本 可能上回发过了 今天会发给各位 因缘果报 这里面讲了 做什么行业好 做什么行业不好 怎么样可以长寿 怎么样可以健康 等等 但是非常重要 什么叫菩萨 最高的就是把这个 推给别人 那就是菩萨了 把这个拿来自己用 那是有智慧 我可以改变命运 把这个送给所有的人 推广给他 那就是菩萨在做的 所以要用尽各种方法 那当然第二个要追求的 刚刚讲的是 世间暂时的快乐 世间暂时的 不是永恒的 那第二个要讲的 解脱的快乐 那解脱的快乐就是 不去追求物质 他讲的是心态 内心里面没有这些欲望 也不会排斥 不会生气 就像各位今天首帮晚在街 也是在享受那种解脱的快乐 因为今天大家好像没有家庭一样 放下在寺庙里面 就像各位刚刚去点灯 唱点灯祈愿文 快不快乐 快乐啊 佛的力量 虔诚的力量 供灯有供灯的功德 供水有供水的功德 唱颂有唱颂的功德 然后呢 这个功德再来祈愿 点灯祈愿 愿所有的送生 都看得到极乐世界 最高的天 最低的无间地狱 都看得到极乐世界 那种心灵的快乐 因为那个时候啊 没有贪嗔痴 那个时候想的是 灯的功德 以及如何利益众生 当然讲到解脱 如果你内心里面还有烦恼 你就永远没办法解脱 所以各位要把这个 很紧张 就像如果医生告诉你说 你有癌细胞 你就很紧张 赶快要把癌细胞进化掉 对不对 因为有癌细胞在上面扩 扩展你 你会很怕 那同样的我们修行人 也要有这个出离心 不让自己有贪嗔痴 不让自己有骄傲 嫉妒 怀疑等等等等烦恼 什么叫骄傲 一般我们比较容易疏忽啦 我条件比别人好 我就有一点臭屁 臭屁不好听 我比别人好 我希望别人看到我比他好 所以我表现我很有钱 表现我很漂亮 那这个就是一种 骄傲 慢 慢 这个也是个烦恼 像天道 天道的人就是很会布施 但是他有一个骄傲 看不起 看不起人间的人 看不起三恶道 所以这样他也不能解脱 那福报享受完了 他就要堕落 所以如果你要得到解脱 那直接最快的方法 金刚今天说了 来 因无所住 那各位要背下来 什么叫因无所住 那就对一切都没有分别执着 你骂我 我静静的 你对我好 我也静静的 因为我不会因为你对我好而很快乐 你骂我而生气 因无所住 健康也好 生病也好 都拿来修行 有钱也好 没钱也好 都拿来修行 不会分别 我一定要有钱 我讨厌没钱 我一定要健康 我不要生病 就像做工作 工作没有贵贱 扫厕所很认真 希望大家都用到干净的 那你要学着不享受 就像今天八观摘节 也不能吃晚餐 不能看电视 不能照镜子 不能睡大床 那你才能够慢慢得到自在 因为你觉得 这样也过得很快乐 就像各位坐那个椅子是塑胶的 很便宜 以后你们家客厅就换这个就好了 解脱了解脱了 但是菩萨不一样 菩萨要买最好的给人做 对不对 但是对自己呢 随便 就像我刚出家的时候 我的几个师兄弟 坐的椅子都没靠背 我就问他 为什么不靠背 打坐啊 不能靠啊 不能懒啊 那他们这样我也只好来啊 那后来习惯了 原来这样也可以做 不见得要靠 那故意的 因为刚出家 每个人都会 故意的折磨自己 对不对 就要让自己 能够不依赖那些享受 所以我出家以后 唯一最大的心得 不用吹冷气可以过日子 这样 因为出家人的地方哪有冷气呢 特别我又掉到恒春 哇 40度啊 每天光流汗就OK了 那个时候已经觉得身体很好 每天流汗 不用吹冷气 哇 太好了 那就慢慢有一个解脱的生活 然后慢慢就有一个解脱的心态 因为那个时候的想法很简单 我只要能出家 我就心满意足了 因为我们要出家有一点困难 所以什么都不用想 能够出家 太幸福了 早上3点20就起床 然后准备3点50到大殿 然后4点要做早课 每天都准时要坐在那边等 快乐 因为想要修行 那时候觉得能够出家 哇 不被赶出寺庙 很好的 老婆不要派人把我抓回去就不错了 对不对 我能够出家 幸福啊 穿什么衣服都没关系 我到南部去穿的是冬天的衣服 天天热的要面 欢喜 欢喜 能够出家 太高兴了 所以我想 当然也不用故意虐待自己 但是各位如果你要修解脱道 你要开始习惯 习惯需要就好 不要追求想要 这样就好了 慢慢的少欲知足 慢慢以后内心里面就没有这么求了 所以你现在有钱了 那你要想你没钱的时候是什么 这样就好了 没钱的时候一个人晃来晃去 就随便窝个可以吃吃路边的 可以睡觉就不错了 对不对 那你要养成那个习惯 所以老实说我现在还是喜欢这个习惯 所以我只要一个人我就随便吃 我不喜欢去大餐厅 大餐厅是陪人吃饭 没办法嘛 因为信徒是大餐厅 要我 我都喜欢一个人在路边 或者吃个便当 OK啦 因为你要想好 你不能说像我这样 好像有一点知名度 人家对你很好 但是你要习惯做乞丐 那这个时候内心就无所求 可以接受变化 所以我想解脱要有解脱的心 解脱的心 简单的说 就是内心没有强烈的欲望 对痛苦的环境逆境 我们中国人叫逆来顺受 就是不生气忍辱 而且了解真相叫不愚痴 哎呀 反正存在的都是暂时的 都是假的 就随缘 随缘 随缘不是随便 不做坏事 做好事 但是这个叫随缘 人来这个世间是来还债的 来还债的 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是来还债的 而且呢 过去所结的仇人 一个一个在后面排队要找你麻烦 这个叫抱冤行 所以人是要来被报仇的 来还父母债的 要这样 这个叫想法 如果各位你听我这样讲 你觉得有道理 你要告诉人是来还债的 人 你要一直想啊 所以别人欺负你的时候 好啊 现在还多一点 感情上 肉体上 金钱上 任何找你 你就很高兴还债还债 所以修行的修就是思想改变了 引导你的行为 以前你会生气了 现在不会生气了 所以我认为年纪越大越有体悟 对不对 所以各位一定要给自己很多机会 去磨念那个痛苦 去磨念很多变化无常的世界 你要故意的 你不能逃避 哎哟 那个我很怕 那个我不熟悉 我不想接近 那你就不容易去磨念 你要磨念你自己去面对 就像你很怕鬼 很怕黑暗 那你今天晚上就一个人要坐在海边 阿弥陀佛 你要一次两次先五个人去 然后变两个人 最后一个人 你就一个人 那那个时候你就不怕了 因为你有一个怕 那就没有解脱 那你越怕的 这些冤亲在主 就会找你怕的地方去找你麻烦 会让你颠倒 所以最高的解脱是空性 根本没有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假的 就像做梦里面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这个如幻如画的 这样而已 所以没什么好贪 也没什么好计较 而且都知道说 来就是痛苦 各位 做人是快乐还痛苦 应该说 又快乐 又痛苦 虽然有一点快乐 但是那种快乐是假的 不长久的 但是痛苦 却永远在 因为一直要来轮回 所以很多菩萨都跟我说 师父啊 我下辈子不来了 不来不是你决定的 你有不来的因才可以 不是嘴巴抢不来 你这么执着 那么发脾气 怎么可能不来呢 除非你把来的心态断掉 这个因嘛 你要得到那个果 轮回的因 轮回的因是什么 再背一次来 贪嗔是三毒心不息 六道轮回永不停止 对 你要是贪嗔是三毒心 不停止 那你永远在轮回 以贪心修福报 下辈子福报大一点 那还不是要生老病死 所以六道也包括天道 当然很快乐 当然也包括第一道 但是都是 以贪心去伤害别人 你就下三二道 以贪心去做福报 那就三善道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虽然我们有时候布施 要尽量低调一点 要基因德嘛 这样就功德大一点 那将来就算升天 也不会在御界天 会到哪里 等一下 色界天 那个色界天 那种快乐太好了 不用吃东西 没有男女的欲望 光享受的是很好的声音 很好的景色 这样 没有所谓家庭的问题 住的都是透明的 透明的 好像水晶一样 没有所谓好天气坏天气 都是最好的 但是他没有人际的压力 没有人际的压力 玉皇大帝还有 我太太 我太太 对不对 玉皇大帝还必须跟阿修罗打仗 但是如果你升到更高的天 叫色界天 连身体都没有了 他只有一个心灵 他享受那种心灵的禅定 但是这个还有一个 我在享受心灵的禅定 就像各位打坐 打到后来没有身体了 都不会痛了 内心好清静 这有点接近了 有点接近 但是毕竟你不可能永远 因为你最后还是会醒过来 就像你打坐 最后还是要下来 不然你受不了 所以我想解脱的快乐佛教教 念下来 涅槃极净 对 那你能够涅槃极净 是因为你已经体悟了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有受皆苦 你已经知道了 存在的都是变化的 没有永远的 在一起都会分开的 而且任何东西都是假的存在 没有永恒的我的 所有你想追求的都会痛苦的 有求必苦 有受皆苦 人为什么感情痛苦 因为当初爱得很深啊 所以你现在就很苦啊 就这样而已 有求皆苦 所以各位都会背 来 念一下 爱河千尺浪 苦海万重坡 爱叫千苦叫万你看 你爱五分钟要苦五年你看 所以 有时候自己要去体悟 所以那种爱是吸毒 如果有人拿一个苹果说 这个有毒我才不要 今天跟你说你生一个儿子喔 好啊 要死一个儿子喔不好 闻死了你当初要生 怎么没有想到呢 你爱一个人将来一定分开的 迟早问题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 不要被骗了 不要被眼前所看到 所感受到的 骗了 它只是一个假象 那是一种眼睛的分别 眼耳鼻舌生意 对色身相会触发 产生眼视界分别 讲到这个就要打瞌睡了 所以这个就要跳过去 但是各位如果你真的要解脱 你还是研究啊 去思维 所以一个要有一个解脱的心 就是要空性 所以各位要思维空性 那你要好好想一想 就像那一天我带一位新加坡的 算有钱的大老板 那一天我们去老人院 新加坡最大的老人院 然后去了老人院 我就看他脸一直变 因为他没有去过 我就问他一句话 老板 床位找好了没有 哪一天换你来住呢 我说对啊 我给他告诉他一句话 白忙一场 有钱没钱都躺在那边 有一天一天啊 这样 最后都是这样子的白忙一场 里面有马来人 有印度人 有我们华人 都是一样的 再有钱也是啊 那不是白忙一场是干嘛 他回去就想通了 所以我这次要去新加坡 他说师父工厂一半不用了 做佛堂 哇 这下工大了 工厂很大 又在海边刚好可以放生 他本来要做很多啊 现在不必了不必了 因为你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赚赚赚赚赚赚 对不对 大老板大老板 一直给老闆老闆老闆 很快乐 因为你看到了那一幕啊 就像我小时候 我对感情没有意义 因为我妈妈是卖给我爸爸的 是我阿嬷啊 我那个阿嬷 因为我爸爸有一个日本女朋友 我阿嬷不喜欢 又有小孩了 我阿嬷就强迫我爸爸 从日本回来 然后在台湾帮她找一个漂亮的 但是穷的买过来 所以我妈妈嫁给我爸爸 她很无奈 对不对 那我爸爸娶我妈妈 也无奈 但是两个人都孝顺 她听她妈妈的 她听她 听我阿嬷的 对不对 所以对我来讲 婚姻哪有快乐 对不对 我爸爸说 我认识你妈妈一个月就结婚了 我问她要不要她也没回答 然后就 就这样 那我妈妈 我妈妈 我妈妈 我妈妈闪啊 漂亮啊 所以就 这种婚姻 当然 就 也没有什么罗曼蒂克 对不对 那爸爸速度很高 妈妈没读书 不过我发觉我妈妈比我爸爸聪明这样 虽然很会读书 赚大钱 但是没有我妈妈的智慧跟忍辱 这样 因为赚钱高的人会骄傲嘛 对不对 实在有时候叫我阿妈 叫我妈妈什么名字呢 阿臭 哎呀 阿臭 因为我妈妈没读书 我爸爸是 留学回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想 那婚姻怎么会快乐 对我来讲我就看了 男人女生就是这样 对不对 我爸爸这么有钱这么帅 我妈妈这么美这么善良 到尾起来 所以他们两个要 像我爸爸 往生了 我妈妈差不多哭一分钟 掉两颗一死一死 隔天就恢复正常 对不对 因为我把我爸爸妈妈拆开 拆开 一个住在那边 一个住在那边 反正两个一辈子在那边 讲来讲去 对不对 我们做儿子都在听 他也讲到不好 他讲到不好 结果两个分开 这个就是婚姻 所以我对婚姻 这就是我看到的真相 爸爸妈妈都很好 都对我们好 都很优秀 但是 他们没有感情的快乐 可能是一种依赖吧 不能说没有快 但是就是 就这样 没有那种罗曼蒂克 对吧 因为不是谈恋爱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老婆有点来说 就为了你们几个 我才留下来 哦哦哦哦 对不对 妈妈都这么说 但是也因为这样 我们这些小孩子 就比较优秀 所以 因为 不会忙的这个事情 把事情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我想各位 这一点有时候 你要去思维 你不要有个侥幸的心态说 这个世间还有什么是快乐的 没有 你要一直想 想到后来没有一样可以快乐的 哪一个不会变化 哪一个不是苦的 哪一个可以掌控的 这些你真的要想清楚 所以各位没事要到 观音庙来或者海边走 你海边走 人家以为你要自杀 所以还是来这边了好了 走来 你一个人干嘛 要自杀 我在思维真理嘛 那你要到寺庙 所以我以前在家 我很喜欢一个人坐在大殿 因为我开始想要思维 后来想要出家 我都一个人 你要慢慢去想 我这样想通了 想通了 而且我师父还叫我怎么想 你儿子怎么死的啊 你怎么得癌症的啊 你所拥 他就叫我想这个 我都把他想通了 对啊 那这些想通以后 我师父还叫我想 你怎么被打扁的啊 被骂啊怎么样 想通了所以别人骂我我都不会 我不太生气的 这没有什么好 被人侮辱我 所以各位经常 没事就看到报纸啊 又在讲海盗法师啊 真的啊假的啊 对不对 这两天 台湾又开始了 我不在 又在谈论这个放声的问题了 主角就是我不在 不在国内 对不对 大部分都针对我 但是我都笑笑 正常正常 末法 对不对 那因为每个 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思想 因为他们看的 跟我们佛教看的不一样 对不对 世间看的是环保生态 我们佛教看的是父母 对不对 你多杀一只生命 这个世间就多一个灾难 若遇世上无刀兵结 除非世人不杀生 对不对 那你无论我们放生 总有一两只会死掉 那大部分是活的 他是站在环保啊生态啊 他是有限的观念 他不是究竟的道理 但是他是世间的道理 所以你要讲究竟的道理 智慧 那是少数人才有机会了解的 大部分人没办法理解 所以你也要对不能够理解的 产生悲心 希望有机会跟他们说 虽然不能说 要这样做 来 法会功德 回向所有 不了解放生功德的人 找得理解 这样还不够喔 还回向什么 回向他们历代祖先 欺世父母 同享功德 然后他祖先晚上就会跟他说啦 所以各位这个重要 这个人骂你 骂你 你不要生气 都回向给他祖先 其世父母 冤亲在主 对不对 然后他的家人得到功德 他的爸妈得到功德 奇怪 他们就听你讲话 你要相信 因为我们佛法不是光人 还有祖先 对不对 所以祖先 基因德也会给儿女好处 但是 不用生气 我们只能说正常 更努力 做得更好就好了 好 所以第二个讲的是 解脱究竟的快乐 来自于你的心态 第一个快乐 讲的是 大部分讲的是 物质但肉体的环境的快乐 出生在好环境 但是真正的快乐 是心灵的快乐 心灵的快乐不是说 我在谈恋爱啦 我抱负啦 心灵的快乐是 不起心 动念 叫快乐 佛教的快乐是 没有痛苦 才叫快乐 了解吗 佛教没有真 因为你世间所有的快乐 都会变化了 你去追求怎么会快乐 就是欲望的停止 没有痛苦 所以叫快乐 你每天运动 很怕自己得癌症 你永远不会快乐 你哪一天觉得 身体得癌症 随缘随缘 我内心平静就好 那才解脱嘛 不然 不可能 连佛陀都会生病的 对不对 佛陀也病得要命啊 但是佛陀的内心 是在一种禅定的 无我的 根本没有 身体也不是我的 也没有一个我在生病 那有什么好痛苦的啊 我们现在就觉得 我的脚在酸啊 我的儿子不孝顺啊 所以你永远不快乐 问题是连我这个东西都没有 哪有什么我的儿子 这个佛教里面讲的 究竟的 无我的智慧 叫般若智慧 照见五蕴皆空 根本没有一个我 这个身体啊 想法 这里面都不是真正的我 只是你没有去分析啊 如果你有去分析 这叫智慧的分析观察 叫般若 那你就会分析的 哪里是我 就像我常比喻的 有人骂你王八蛋 结果你很深 他说不是啦 不是骂你 骂你后面 沒關係 对不对 因为你不能骂我啊 我不知道我骂你后面的 那原来你会生气是因为有一个我 那根本这个我的东西不存在 所以你要去分析 因为有这个我的存在 那你就有我喜欢我讨厌 所以呢你就不断的轮回 所以大乘佛教就讲出了第三种快乐 可以达到世间的快乐 可以达到无我的快乐 那就是什么 来 念一下 慈悲心 就是这样 就开始走路了 帮助众生 而且无分别的 不是光帮助人啊 所有生命 都是我要帮助的 因为 离开其他众生 没有我的存在 众生才是我 没有空气 我们不能活 所以空气才是我 没有你我不能活 所以你才是我 不要站在自我 而是站在对方去做 那你经常去 去帮助众生 又能够减低自己的烦恼 所以叫六波罗蜜 念一下 以布施度千贪 那你去布施就可以把我这个贪欲消除掉 你去布施 还可以真实帮助对方 还跟对方结缘 你去布施将来还得到更大的福报 第二来 持戒度毁犯 就像各位今天守了一天八万再戒 最主要的目的 要把害任何众生的心态断除掉 从今以后你把我打成肉酱 我都不会报复 无害人之心 我想每一个公司 任何一个团体找人 这个人不会害人的 我们才会用他 对不对 这个人知道他会害人的 我们就会怕他 所以各位至少要做到 我不会 持戒的目的是 我不会伤害人 不会伤害任何生命 所以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影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断除掉 所以各位要发愿 你自己要发愿 来 从今天 乃至未来 不报复任何人 不伤害任何众生 你要发愿 我以前开公司很多股东 我都跟他们讲 哪一天你害我 我都不会告你 我都跟他讲清楚了 但是因果自己负责 但是我绝对不会告你 但是别人告我 我接受我没办法 但是我从 因为这是你要发愿 所谓大乘佛教是 任何一个行为都是戒律 不害众生是基本的戒律 我们成为三宝弟子 都会发愿 从今日乃至敬畏来即 不伤害任何生命 如果你这个人还会用笔啊 用文字啊 用语言啊 用眼神啊 去伤害别人 那你已经脱离佛教徒了 所以我佛教里面叫什么 来 无称大悲心 对 只是同情对方 对方做错我只有同情对方 所以如果你女儿要结婚了 那你要告诉她 在佛前发愿 如果你老公外面有小三 你不能恨她好不好这样 不行就先不要结婚 没资格 保证你痛苦 但是如果你说好 你老公就不会有外遇 这个很奇怪 万法为心照 因为你没有那个念头 怎么会有那个果报呢 但是如果你每天很怕 很怕 我要想办法抓住她 我要化妆好 我要调查她 保证发生 因为你的心态造成这个事情 所以大乘佛教 为了要利益众生 要自利利他 刚刚讲了 人天福报是利益自己 透过别人利益自己 解脱道是关心自己 不要轮回 但是菩萨道呢 又关心自己 又关心众生 不是光人 所有众生 就像人告诉我说 海盗法师 你们放生放鱼可以 千万不要放毒蛇 那我说那毒蛇怎么办 毒蛇也是生命啊 不能乱放 但是要找到 它本来不会伤害人的 要花一点功夫 这样可以啦 但是你千万不能说不要放 就不能讲 好人坏人都要度 所以我们经常影响很多地方说 不要判死刑啦 尽量给对方机会啦 活着就是机会啦 佛教当然不希望判死刑 但是死刑是一种报复耶 對不對 死刑是一种报复 而且死刑犯在判死刑 如果你没有判他死刑 你还少一个敌人 你判他死刑 他死了以后就来找你 我都讲给他听 他说是啊 我说你无期徒刑好了 所以很多法官也不敢 干脆不干啦 我判他死刑 他还找我麻烦 我说对啊 我判他死刑 他做国会找我 我说对啊 不能他找谁 找家属又找你 是你判的死刑 放下屠刀利利成佛 杀人犯 殃劫没落 都可以成佛的 当然要给他讲道理 所以各位至少你要做到 不思 看到别人可怜 我要绑住他 但是我原则上 绝对不会伤害别人 这一点要注意 因为包括我们出家人 我师父常讲 出家人也会伤害别人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一种 因果观念 空性慈悲 你可能会利用佛教的一些东西 确实伤害到别人 那如果你知见不正确 也会伤害别人 对不对 这个法门好 那个法门不好 那你会伤害到佛法 所以佛教里面叫 毁谤佛法要下无间地狱 释迦摩利佛讲的 人天福报 阿含经也好 大乘佛教 各种的密法 都是佛法你不能毁谤的 你不能说我喜欢这个 有一次有一位出家人生病了 那我说我带一位上司来帮你修私生法 会好的 密宗的我不要 会花给 他马上就骂 我知道完蛋了 他这下病会更严重 因为他是佛法 可以帮助别人 我这个人我没有分哪一个教派 只要是帮助众生的我都学 因为你要学菩萨道 那你要想办法帮助众生 世间的世俗疗法可以好 你也要学 你不能说这不是佛法 那你就不用吃药了 所以背一下 如果你要行菩萨道 可以帮助自己 又可以帮助众生 但是菩萨道这种快乐叫什么 来 慈悲的快乐 那这个慈悲的快乐 它变成永恒 永恒 这才是我们的生命 生命不是这个 生命是慈悲 当你要达到圆满的慈悲 你要把那个我消除掉 叫空性 所以佛教里面讲的 卑至双运 オマニベメホ 智慧以慈悲 永远 所以这个肉体是假的 但是我们的生命变成 オマニベメホ 慈悲以智慧 这样就好了 做猫 做狗 做鱼 做鬼 都是在实践慈悲 与智慧 智慧就是不执着我向人向 我做猫 做狗 做男人 做女人 都没关系 今天要投胎做天主教徒 OK 因为如果你有悲心 你就要去投胎在那边 去帮助他们 但是你不执着外表形象 它只是一个假的 但是去那边帮助他们 就像各位现在在华人世界 结了很多善缘 有金钱的福报 那你要发愿投胎 叫非洲最贫穷的地方 做穷人的小孩 但是你过去是有跟华人结缘的 所以你就有机会 请这些华人去帮助非洲人 但是如果你没有过去这个缘 也不行 那你想说 啊 头太黑黑了 我才不要 那你就以执着我向 那你就不能做菩萨 所以慈悲的快乐 就要达到 为了利益所有众生 所以我永恒的目标要成佛 但成佛以后不是停止的 成佛以后叫大轮回 你就天天在利益众生站而已 但是这个利益众生是苦的 你在受苦的当中 在轮回里面去利益众生 这就是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所以再念一下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你看地藏王菩萨说我在地狱 来 众生度尽 方成菩提 所以他在时间上 他永远 众生度不完的 不可能的 那对他来讲 他变成永远都在轮回 但是轮回对他是一种快乐 就像你已经医学院毕业了 不用一直待在读书了 你要了就赶快到急诊处 去贫穷的地方 那才是你生命的意义 坐到牢 坐到死 过牢而死 但是死对我们 又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继续帮忙 继续努力 这种永恒的慈悲的快乐 那你要达到这样 那你一定要自立地他 要努力 至少这六样再备一次 以布施度千摊 所以各位你要一直学布施 不然你说 有些人是嘴巴叫人布施 自己都不布施的 所以我的师父才会告诉我 你叫别人布施一百 你一定要布施一千 特别你是出家人 特别你是菩萨 你要超过别人的布施 你不能说嘴巴很布施布施 自己都没拿出来 这不是 别人布施一百 我就有一千 特别是出家菩萨 要做别人的模范 第二 以慈戒度毁犯 不要去毁损别人 去伤害别人 你要发这个愿 第三 迎忍入度称慧 你要决定好 当然有些菩萨我偶尔劝他 不要生气好不好 师父不行 那就给他 列为世间福报 他不能进入菩萨道的核心 有时候开会不能找他来 因为他不是菩萨 不能跟他一起开会 我们有时候在行菩萨道 只有发菩利心的 才可以一起决定某一些事情 因为他还是属于世间人的想法 虽然他不做坏事 他就不能进入核心 就算往生净土 他不能进入上品 那没办法 所以各位要有这个决定 称慧是犯戒的 忍入才是慈戒的 无论如何不能报复 不能生气 不能翻脸 第四 来 以精进度懈怠 那精进就是说你知道道理的 你一定要去做 不思慈戒忍入 前面的人天福报要做 解脱的心要保持 要如此精进 再来 禅定度散乱 那你在还没有正的空性 还有一个我 在痛苦 那但是你至少要调伏得住 禅定就是控制你的心 这样 虽然你要很痛苦 你去做这个事情 全部人都毁谤你 伤害你 你不会齐心动力 这个叫禅定 忍 有一点忍入 但是心抓着 禅定就是我守护我的菩提心 我守我的慈悲心 我不会被别人干扰 快乐痛苦都平静 这样子的禅定 所以禅定可以说是大悲心的意思 就是保持大悲心 这个是大秤的 而不是说讲到谈静了 我就跑去打坐 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保持不退转的大悲心 不要懒惰 再来 以般若度于痴 那这个般若就是平等的意思 你已经看到 这些电扇也好 房子啊 这些花 它们根本就是一个假象 你知道万法的本体都是平等的 无有分别的 这样 那你要有这样的去布施 持戒忍入 要三轮体空 所以 那你一定要去做 如果你不去布施持戒忍入 精进禅定般若 你就不能够把自己的迁滩啊 伤害啊 生气啊 散乱啊 懒惰啊 于此执着消除掉 那你不能够消除这一些 你就没有空性 没有空性 你就没办法真实的利益众生成佛 但是佛要我们追求最好圆满了 叫发起无上菩提心 你发起无上菩提心 但是做的还是跟世间一样 一样在拜佛 一样在点灯 一样在送信 一样在放生 但是呢 你不执着世间福报 不执着就是空性 做而不执着 一切回向给众生 愿他们同享功德找成佛 那就是菩萨道 好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嗨 透花苏 嗨 透花苏